嗯 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覺得很好吃 這包好吃耶 這包我給五顆星 我也是五顆星 你們竟然都給到這麼高分 好像是奶油喔 嗨 我們是 想家室 有幫我們 歡迎贊 訂閱 分享 而且全部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支影片喔 嗨 我是會的 我是Eddie 我是會 就到了我們享受美食的時間了 這次我們要來看一下Costco好是多的商品 總共有六項 快來和我們一起看看有哪些品項吧 GO 法式薄餅巧克力口味 一般裡面有20條 每一條都是獨立包裝 薄餅的本身是軟的 可以直接吃也可以加熱後再吃 我們用了熱的 然後還有冰的 還有一般口味的 熱的剛剛聞起來超新香的 嗯 而且比較軟 它會整個就是變成瘋瘋瘋瘋 它味起來有一種很奇妙的味道 有點像薯條味道 不是薯條 油耗味很重 油耗味有點重 整體很甜我覺得 它超甜的耶 因為冰皮是甜的 然後它裡面巧克力餡也是 甜度也很高 如果你是螞蟻人的話 可以去買這個 我們還要吃冰的喔 還有普通的喔 我想回家了 很重痠啊 我在哪裡我要吃小塊的 沒有這麼糟 等一下這塊是我的喔 我們先說這塊是我的喔 好要吃冰的 蘋果的 還不錯啦就是有種冰冰樣的耶 感覺再配一杯 好像綠茶 烏糖烏龍茶 烏龍茶 烏龍茶甜味 超甜的耶 超甜的耶 反正就是一起給我烏龍茶的東西 你還滿一碼的 真的很甜耶 除了很甜我講不出別的形容紙啦 不然我們講一下它的那個捲餅好了 它的是就是大概捲了三層這樣 一層一層 還是我把這個捲餅拆一下給大家看 還蠻長的 有長刺 厲害 可以這樣我們講那個什麼日本和谷啊 黑裡面的那個 直接把它轉開 室溫的咬起來很 軟 然後它裡面的餡會比較鬆散一點 我覺得有冰鍋跟加熱鍋都會比較好吃 好甜喔 我想到主要吃飯 心情不好的時候 極度需要甜食的時候 這個就很甜 就一直吃 然後一直哭 我個人給它兩顆心 不行 太高了 顆心好了 太多 我給它兩顆心 因為我也覺得甜度真的已經太高了 好啦 那我平衡一下給它 2.5 好 可試過一次也可 這個就是慫恿別人買 然後你吃一包 嘗試看看就可以了 吉利迪迪乳酪點心 乳酪點心還在量很高 大人跟小孩都很適合吃 而且直接吃也可以把它摸在麵包上 我們一起拿一個吧 這個瓶瓶涼涼的 聞起來乳 乳 乳 乳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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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很重耶 這真的可以單吃嗎 哇 好像那些奶油喔 他建議我們怎麼吃 直接吃 他建議我們直接吃啊 好啦 它可能要在嘴巴裡融化之後 嘴巴裡會有那個乳酪的味道 你才可以感受到你在吃什麼東西 這太特別了 我覺得它是一個全新的口感 我覺得它就像是你在吃起司乳酪日皮 就是很生的那種一整塊的那種 懂嗎 它是那種乳酪塊 然後很像它跟羊打架一樣的感覺 是牛吧 牛啦 羊勺味很重 可是它剛剛不是羊是牛耶 可是它的勺味真的很重耶 不管它是什麼動物 有一點酸酸的 像優格的感覺 可是吃到一半的時候 我開始覺得好吃的一半 我喜歡它 有在嘴巴裡面的乳酪的味道 因為它喜歡吃乳酪 那我們還好 我不喜歡 我覺得它可以加在麵包上面吃 對 1.5 史上最低分 好低喔 找電話王給1.5顆星 好啦 我給高一點硬克星 我給1顆星 1顆星是有比較高嗎 我給4顆星 他給4顆星 好高喔 好高喔 怎麼看呢 所以我覺得吃到麵很好笑 表情越來越有湯 你叫我吃完嗎 它的臉都糾結在一起 不要平常 對 它的臉都吃起來 所以你要把它吃完 我們要一起吃 我把你下屁掉吃了 那這個呢 我們就留給 留給我吧 對 那這一包呢 就是推薦給愛吃乳酪的人 你真的要愛蘆蘆你猜一下嗎 這包叫做 爆米花脆片鹹甜口味 它的包裝是採用夾力硬帶的設計 必須要拿剪刀 只要輕輕的一拉就可以用開 裡面的那個玉米脆片是那種三角形狀 上面有很多的凸型 添加它的那個口感 很脆耶 加上去完全是那個卡滋卡滋的聲音 它味起來蠻像的 而且它真的是鹹甜口味 那個口味沒有在唬爛的 我一開始還不太懂 什麼叫做爆米花餅乾 應該是它 上面這個凸起來的 這個很像爆米花吧 應該是它本身就是用玉米做的吧 感覺它是把爆米花爆好之後 把它壓起 然後再把它切合耶 是嗎 我喜歡這種扁扁脆脆的感覺 我覺得扁扁脆脆很好吃啊 我個人比較建議就是 整個放進去吃 它的口感會比較有層次 我覺得這算是很特別的口感跟味道 這是一個新的 不會讓你覺得很膩口 就是會炸起來 挺罪惡的喔 會不會打扁一口接著一口 我從剛剛已經默默的拿了超多的 我那邊聊然後是一個 就原來就想 我個人給它4顆星 我給4.5顆星 那你給幾顆星 5顆 5顆 5顆星好多喔 5顆就出現了 好微夠這爆推推啦 推推 掰掰 接下來是這包華園的薯格格 酸奶洋蔥口味 打開之後 餅乾的量很多 然後有一股很濃的酸奶味道 它的形狀是格子型的 非常的立體很特別 看起來好奇怪 好像車輪餅喔 蛤 車輪餅是什麼形狀 車輪餅 兩塊合在一起就是車輪餅啊 有點在補貨喔 是不是 我這樣試看看 試看看好不好吃 酸奶味超級重 而且很 很鹹 剛剛說奶過了喔 它是酸奶洋蔥 酸奶洋蔥口味 難怪吃起來那麼重鹹 酸奶口味其實都吃起來差不多啦 但是我說它的口感吃起來也蠻像波卡的 在前面的時候我覺得 不是那麼喜歡 可是它吃到後面的時候覺得還蠻好吃的 我覺得有點硬啊 喔有點硬 妳牙齒不好 我牙齒應該比妳好啊 兩個老人在乎嗆龜媽媽 我覺得它很好咬的啊 我牙齒應該是最不好的 還不錯我覺得它也算是那種可以一口接著一口的 可是它比較鹹 它剛剛要配個茶 清淡的茶 真的嗎 不是應該配個可樂之類的嗎 這包我給3.5顆星 我覺得太重口味了 雖然它到尾韻的時候是好吃的 我給4顆星 我覺得口味來說是一個還不錯 蠻順的 你喜歡重口味的話你就會愛 我給3顆星 我給3顆星 OK來來來來吃 歷史新的 它太硬了 太硬了 妳牙齒不好嗎 我沒有太硬了 妳牙齒到底怎麼了 妳牙齒到底怎麼了 吃得去很累 吃兩個就停了 剛剛那個一直吃 這包推薦給你喜歡吃 比較鹹度高一點的 沒錯 然後牙齒好一點的 再來去買好不好 再來是紅帽子法蘭蔬 除縱合禮盒 紅帽子禮盒的包裝很漂亮 很適合送禮 裡面有4種口味 看起來都很好吃 那個紅帽子禮盒啊 因為它實在太漂亮了 它本來沒有在我們秦男裡面 嗯嗯 北外表索誘惑的女子 包裝很重要 它這上面就是一張紙啊 然後它就是盒子了 其實盒子跟紙本的都很漂亮 對呀 幾張紙漂亮 盒子也不錯啦 拍的也蠻有質感的 對呀 紅帽子洗餅很好吃啊 紅帽子拿開來 所以我對它抱持高度的期待 不是這樣開是從前面 就是破壞它耶 不然是怎麼會這樣破啊 我就是這種拆禮物耶 我就是這種拆禮物耶 這樣試試看 蛤 好討厭啊 我就是拆得好好的 然後包裝紙都會漂漂亮亮亮亮 對 我也是 我就把包裝紙留著 真的 它有4個銀色耶 這裡很漂亮 嗯 它有4個口味 然後分別是 檸檬糖草莓巧克力奶茶 它好酥喔 明明它是反而很酥 它上面真的好可愛喔 一個帽子耶 嗯 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我吃它的巧克力 我覺得它巧克力是不甜的 然後是有點微苦的那一種 好的巧克力才會怎樣 它的那個餅乾的皮很脆很酥耶 而且甜度很夠 不會很膩 收到這個我會開心 對 這個是可以買的 我覺得 我會立刻 立刻打電話給我朋友說 謝謝你送我 可惜我 應該不會有人送我啦 我覺得抹茶口味也很好吃 抹茶這個很香 可是它咬下去它是不會是脆掉的 它是會整個 溶在你的嘴巴裡面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的餡啊 非常的多 比 某一道理牌的 某餅還要好吃 就直接講嘛 像是我們拍照片庫啊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的那個餡 是不會很膩的奶油 就它的奶油是好的奶油 這個我給4.8顆星 這包好吃耶 這包我給5顆星 你覺得也是5顆星 你們個人都給到這麼高分 給它5顆星 那我問你 妳點的是為什麼 妳點的是為什麼 就是我心情的問題 一種要讓它最熟完美的境界嗎 耶 買出了 買出了 再來是這個野奶酥捲 打開袋子就傳出濃濃的野奶味 餅乾本身的形狀 介於蛋捲跟脆皮酥之間 掉了 你輸了 你一開始就輸了 我還從這一個這一個 這一個 整個瘦掉 我把它疊起來像這個包裝這個一樣 結果大家一看就輸了 那很遜耶 它聞起來野奶味真的很重 嗯 它也是很硬的餅乾耶 也要口不好 沒辦法 它沒有剛剛那個薯格跟硬 薯格跟是過於結實 這個吃起來 一點味道都沒有 有啊 像野奶味啊 你剛才說野奶味很重 聞起來味道很重 可是它吃起來沒有味道 就是聞起來野奶味很重 然後吃起來野奶味沒有聞起來的那麼多 這樣很奇怪耶 就是你沒有感覺你在吃東西的樣子 有一個甜甜的味道啊 就是吃到最後才會有 我覺得吃起來口感跟脆滴酥有點像 可是中間沒有包餡而已 我覺得它比較多層 嗯 它是比較厚實 比較紮實一點 野奶味脆滴酥 還OK 喜歡野奶的會喜歡 嗯 那你喜歡野奶嗎 還不錯啊 我蠻喜歡野奶的 那你再吃一個 你是想說我把它吃飯吧 你再吃一個 結束了 這一個我給它三顆心 我沒有那麼喜歡 因為它吃起來沒有那麼 味道沒有那麼濃厚 好啦我現在嘴巴裡有野奶味 對妳給幾顆心 三顆 蛤妳好漂亮喔 不是因為我不喜歡野奶啦 所以吃一根我就覺得 喔可以了可以了 嘗過 我給3.8顆 為什麼我是1.8顆 你不要乾肚啊 2.8 好啦這個 如果我喜歡野奶 我應該會給個4.5 這麼高 因為它沒有 因為它補感很好 它味道是香 那這一個就是建議大家 喜歡野奶的可以出賣囉 對 對那以上就是我們的介紹 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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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